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林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7月份的爱用品 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话呢 大多数都是化妆品 因为我最近我的皮肤也被我自己管理的很烂 也没有用到什么合适的护肤品 所以我在护肤方面的话就没有什么心得 然后几乎大多数都是彩妆产品这样 然后最先开始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底妆系列 然后底妆我最近在用的一个粉底液就是这个 我最近在用的一个粉底液就是这个 MAC的Studio Fix Fluid 我用的颜色是NC15 然后这个颜色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白 这里也是我们这边最白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现在只敢就是把它用在高光区的地方 就比如说像额头然后鼻子 还有就是眼睛下面 还有就是下巴跟就是唇周这样 就是高光的地方 我基本上我用这个粉底呢 我是喜欢先用刷子就是把它刷在我要的部位 就是轻轻塑上去 然后再用海绵把它运开来 因为我觉得如果直接用手指上的话呢 用手指点上去的话 它的粉质会比较厚一点 就是不大 手指不大容易把它推得很均匀这样 我喜欢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油皮 因为它可能是粉底比较多的关系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比较比较控油一点 然后它又有一个15倍的防晒系数 我觉得我选粉底就是 我选粉底的要求其实就是希望它们可以 首先一个就是控油 然后就是持久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防晒系数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擦防晒的人 所以完全都是靠那个粉底的防晒 粉底的防晒在撑 所以粉底有没有防晒系数 然后有多少防晒系数 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 像这款粉底的话呢 它会很持久 因为像我之前 因为现在又是夏天嘛 然后我又是超级大油皮 像我之前用其他粉底的话 出门基本上一个小时不到 然后就是骑个自行车去火车站 然后那个鼻子的妆就全部都花掉了 但是我用它这款粉底的话呢 那个妆底妆至少可以保持到中午 然后中午基本上再稍微拍一个粉饼 把那些油光吸一下 然后整个妆容可以 整个底妆基本上可以持续一整天这样 所以其实对于油皮的妹妹来讲 我还是蛮推荐这一款的 接下来就是眉妆的部分 眉笔的话我最近是用这一个 植村秀的 植村秀的这一支眉笔 你看它的前面是 其实这个形状是我自己修的 这个眉笔刚买回来的时候 就跟普通的眉笔一样 就是圆形的 但是后来我看到别人那个网站上面 好像这个眉笔都是什么砍刀状的 然后我就在想说 那我就自己来修一修吧 结果我就自己修了一下 结果修的还蛮成功的 这个眉笔很奇怪 就是刚开始拿到手的时候呢 它就是可能是因为新的缘故 然后它外面就会有一层 类似像蜡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颜色很难画上去 然后也很硬 好像也不显色这样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眉笔很烂 但实际上你要用久一点 你才知道要把外面那层膜 把它画掉之后 然后里面的话 你就会越画越顺 而且其实硬一点 它的质底是有道理的 因为像平时我们拿那些很软的 很好上色的眉笔去画眉毛的时候 就会 其实那个眉毛就会特别容易掉 特别像是又没有眉尾的人 我们用眉笔画 其实最主要就是给自己勾勒出一个眉尾 但如果你那个眉笔太容易掉色的话呢 就不大好 所以不管之前再怎么好画 但是如果它不能持久一整天的话 也不是一支好眉笔 但我觉得这支眉笔就可以做到 然后这个它后面有一个是 Hard Formula 我觉得它这个其实应该是 我之前以为说这个是它的 Hard Formula Hard 9 后面还有一个 我之前以为说这个是它的色号来的 但实际上不是的 它的色号其实是02 然后后面这些呢 又是全部都是日本字 但是而且我的日文也不是很油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这个是 是叫什么颜色 但确定它是02号没色 然后它的整个颜色就有点灰褐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适合拿来就是 像我们就是头发没怎么染过的 亚洲人还蛮适合这个颜色的 因为它不会偏红也不会偏黄 市面上现在很多一些棕色的眉笔 画上去它不是偏红就是偏黄 所以我就很不喜欢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眉笔也很不错 然后我平时画眉的程序呢 就是先用那个眉笔先把自己的眉型勾勒出来 特别是眉尾的部分 因为我也是没有眉尾的人 然后再用一个眉粉去整个眉毛稍微少一下 晕染一下让它就是自然一点 稍微粗一点那个心 然后我现在再用一个眉粉 就是benefit的眉粉组 就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眉粉组呢 我选的颜色是light最浅的那一个 其实像现在很多人喜欢在网上买化妆品 是不是 像这一盒眉粉 我之前我上一盒眉粉用完之后呢 我要买一盒新眉粉 我也是之前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我就想说 哦到底是买哪个颜色呢 我在想说我是亚洲人 然后我的肤色应该不算白 我之前以为说light应该就是可能给白人用的 我之前在想说我要不要就是买中间那个颜色呢 那个medium的那个颜色 但是后来我其实现在奉劝大家 如果你是你们 如果你想买化妆品 其实最好还是要先去专柜看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我有去专柜看一下 然后到最后我才看到 哦原来其实我也可以用light的颜色 它这个眉粉其实并没有特别的 你这样看其实蛮浅的 然后我之前买霉 我之前买霉粉就想着说 它一定要有一个霉胶 就是那个wax的成分在里面 这样我可以用霉胶先把我的霉型勾了出来 然后再上霉粉 但后来我也是一味的在用霉笔 所以霉胶的部分我也都忽略了 所以它整个霉胶部分我也只是有用过一下下而已 大多数还是都在用霉粉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就是它有一个镜子 或其实应该大部分霉粉应该都有镜子吧 可能只是我之前用的那个没有而已 好这个就是霉粉 好接下来呢是眼妆 眼妆部分 首先大家要介绍BASE 然后呢我最近再用了一个BASE 是这个NYX的HD Eyeshadow Primer 其实我最喜欢的眼部BASE 应该是Urban Decay的那个Eye Shadow Primer Potion 但我们这边没有买很难买到 我就想说那不如就用这个来将就一下吧 其实这个的质底呢它会比较水润一点 比较粘粘的 像我就是弄上去之后 它的质底倒是挺滋润的 但是它的始终还是不如那个 Urban Decay的持久度那么高 好接下来就是眼影部分 其实我近年来一直都很在一直都在迷恋 Maybelline的Color Tattoo 我最近在用的是这四个颜色 一个是粉色、棕色、然后蓝紫色跟金色 这个是我四个就是最近在常用的颜色 我觉得它的这个眼影真的是非常适合夏天使用 因为它涂出来的效果都亮闪闪的 不过虽然说哈 虽然说它这边说了那个Maybelline Color Tattoo 它有24小时防晕染 但是呢其实它还是晕染的 所以就是你们在使用这个眼影的时候 可以跟那个一定要跟 Eye Primer结合使用 要不然特别是像 特别是像双眼皮的女生 如果你没有用那个Eye Base Primer的话 如果你没有用Eye Shadow Base的话 到了下午的话 那个眼影就会全部卡在你的眼泽里面 好介绍完眼影的话 就来介绍一下眼线部分 其实我这个人 我平时画不画眼线 然后画用哪一种眼线来画 是取决于我当天要不要带假睫毛 或者是要带哪一种假睫毛 如果是透明梗的话呢 我有时候可能就甚至会用深色的眼影粉 然后就在眼线的地方扫一扫 就是淡淡的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有用 黑梗的假睫毛 我就一定要画眼线 基本上都会用到眼线液 或者眼线膏这样 我最近在用的一个眼线膏 是这个L'Oreal Gel Eyeliner 这个就是超市上 超市上一直都在卖的 我这个应该也是 就是那个买一送一的时候买的 这个的价钱其实跟那个 Maybelline的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它金色的盖子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 而且跟它附送的那个刷子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不错用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睫毛膏 其实我是一个不用睫毛膏的人 因为我每天都会带假睫毛 但是因为我有时候出去工作的时候 我帮别人化妆 有一些女孩子 他们是不大喜欢带假睫毛 他们觉得那样很不自然 他们就会说 就画睫毛膏就好了 我出去给别人化妆 大多数都是婚礼的 他们都是要哭的 所以他们就要求那个 睫毛膏要比较防水一点 所以我就在去市面上去找 就想找又浓密又卷翘 然后又防水的睫毛膏 然后到最后我就决定要 这一支Lancome的 hypnose drummer Waterproof 就是这一支 我也是翻了我好几年前的一个日志看到 原来我很多年前以前就是用这一支睫毛膏长大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支睫毛膏 它是防水的关系 所以它就会保持整个卷翘 一整天都不会塌 所以我觉得这支睫毛膏很好用 可以保持整天 一整天的很卷翘都不会塌 但如果我个人的话 我是不会选择防水的 因为防水的要卸妆的时候 实在是太麻烦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平时用的话 就是买 就买正常版那个就可以了 就不需要买到防水的 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唇妆的部分 首先是唇膏 我最近用完了一支唇膏 所以就在想说 所以就在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 到底要买哪个牌子唇膏 好因为这边的唇膏实在是太难用了 然后呢我最近有在买那个 卸妆液 然后卸妆液的网站是一个药妆网 然后我就在上面找了这一支 这个应该是欧数的润唇膏 然后它整个打开的话 会有一种那种柠檬精油的味道 然后它的质底也是比较磨砂的 就是这个唇膏不管是看起来是闻起来 都感觉是比较有机 比较健康的那种 但擦上去的质感也是那种 就是比较雾面的 它不会特别的滋润 但是也不会让你特别的干 就是这个唇膏的 这个唇膏就是看起来算是我蛮喜欢的 包装也很不错 就是磨砂的玻璃质感 这样看起来很高级 但是因为它的质感不是特别滋润那种 然后我又有很多的一些唇纹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唇膏应该达不到我的诉求 我下次应该是不会再回购 奇怪 我不是要入七月份最爱吗 但为什么里面有我不爱的东西 然后就是唇 然后接下来是唇膏 唇膏然后最近在用的一个是 Revlon的Color Burst Butter 这个颜色是040 Red Velvet 其实这个颜色呢 是挺秋冬的 就是有一点就是厚抹色这样 很深的红色 这个唇膏我买了 这个系列我买了四个颜色 之前的那三个颜色都是非常适合春夏的 其实这整个唇膏的质底 这个系列唇膏的质底 也是非常适合春夏的 但偏偏就是这一款 它的颜色是秋冬 但它的质底又非常春夏 非常的滋润 而且就是 因为它就滋润到就是你下嘴层中间的这个地方 老是觉得打滑会挂不住颜色 所以旁边就会显得 所以旁边就会显得深 然后反到中间这边就会高光的地方就会亮 其实这个应该是正常人的诉求 但是因为我们亚洲人 现在你知道很流行什么 咬唇妆 偏偏它就是跟整个反过来的 就是中间要深然后旁边要浅 然后所以有时候我有说涂这款唇膏的话 它的颜色先不讲了 就光是它涂上去的那个质感 都会觉得挺老气的 但是因为这几支唇膏 我其他的用到基本上都见底了 但是只有这一支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还有这么多 所以其实我要加把镜 所以现在其实我就是想要加把镜 把它用完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月 一直在用这支唇膏的原因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唇蜜 唇蜜就是这个 Floreal的唇蜜 我已经忘记这个系列叫什么名字了 然后它的这个外壳上面也没有标 反正这个就是最近超市货架上 停火的一款唇膏 它应该是今年一月份上市 然后我是今年四月份 在买一送一的时候买到了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就是橘红色 这个颜色叫Tangering Sonate 是带有 就是橘色 就是一个橘红色 就是一个橘红色 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支是深红色 这一支唇膏 其实就是那个广告上面 Delsian Cruise的广告色 它整个涂起来 如果你要打开这样整个涂起来的话 那个颜色会超夸张的 所以我平时我只敢就是 用它一点把它点在嘴唇中央 然后再用手指把它运开来 就像今天其实我擦的就是这个颜色 但我并没有擦很多 我只擦一点点然后把它运开来 这个唇蜜我觉得它质底还挺不错 就是 也不会黏嘴 然后也挺滋润 而且关键是它没有那些 bling bling亮闪闪的东西 让我觉得很害怕的东西 所以它是一支还挺不错的唇蜜 我觉得如果它要是有在打折的话 我应该还会去买 好 接下来就是腮红 其实我不是腮红蜜 所以我用没有 我没有用腮红都无所谓 但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就会涂一点点 然后我这个月选的一个腮红 就是这个Cartrice的 Cartrice的Defening Blush 然后它的色号是040 Think Pink 是一个带珊瑚调的粉色 接下来就是指甲由 我之前上一个博客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一个美甲的做法 我是用了这三款指甲油 也是我最近的最爱 这个就是Maybelline的Color Show 我有27支Maybelline Color Show的指甲油 是我之前参加一个美甲比赛 是我之前参加一个报纸上面的美甲比赛 然后赢回来的奖品 我觉得这三个颜色是很适合夏天的 适合夏天的水果颜色 像香蕉黄 然后苹果绿 西瓜红 然后这个黄色是749 Electric Yellow 这个绿色是754 Power Green 这个红色 红色是34 Aquora Crease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介绍我7月份的爱用品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拜拜